大家好,今天我又来说实话了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这个比亚迪琴呢 送啊,就应该降价降到十一二万,甚至十万一里 那么如果说比亚迪琴,比亚迪宋降到十万块钱一里的话 那你让常规汽油车的什么大众的宝莱,朗逸,卡罗拉 他们得卖多少钱呢?卖五万六万吗? 啊,可能吗?他们要是敢卖七万八万的 我相信新团车型什么比亚迪琴呢 送啊,他们也敢卖十万块钱,你信吗? 你这不符合逻辑的东西,对不对? 担全不说成本不成本 那一个车企,它生产车的 它是要赚钱的,知道吗? 赚钱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不是? 你保来,朗逸他们,卡罗拉他们 大点啥呀,一个1.4听,一个1.5什么的 自然吸气发动机和涡轮扎发动机 匹配个七两大干丝双离合 前卖过去后面是扭力量的熊架 是不是还不是独立熊架 你给他生产成本是多少啊? 他利润很大的,不要认为便宜的车没有利润 利润很小,他利润也很大的 那是不是像你说的时候 那我就降到七八万就五六万就可以了 他们降到七八万,他也挣钱,没错 知道不? 别的地方,再减轻点这个成本 是不是? 那大家就像说的,紫胡子了,那成本可能放的 价格可能控制的 最后,你这车吧 我买八万,九万,前往我都能卖 我是不是,我就约成本呗 对不对?最后就像一个 我就一个发动机就变入箱了 你要什么功能我都没有 对不对?就能走就完事了 别的地方什么行的,正感个人机呢 啥都没有 一塌糊涂,也能卖 所以大家呢,看到这个问题呢 一定要客观啊,聪明 说这些问题 不要说是散了就胡说八道 对不对?